大家好,欢迎来到郑保会计网校 今天我们学第五节 第五节是关于诉讼时效 还有出事期间 考试来看,重点肯定学的是诉讼时效 什么叫诉讼时效呢 那我们先来看它的概念 时效的概念与它的特征 三个性非常重要 那首先什么叫诉讼时效呢 指的是请求权人在法令期间内 不行使请求权 将会导致义务人永久 获得一个靠面权的发生的效果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你把钱借给别人 借期是三年 到了三年的还款期 对方没有还钱 你也没有找他要钱 你也没有把他告到法院去 就这样已经过了三年 三年后再告 我们法院有可能会说什么 我不保护了 为什么 因为对方说已经过三年了 法律上说的我可以不再给他钱了 那法院一看 确实过三年了 怎么办 不保护你了 说明对方就获得了一个永久的抗辩权 就是永久的什么 抗辩就是拒绝 他就可以一直拒绝下去 说明你的钱可能就要不回来了 法律就不保护你了 所以也就有的请求全人 也就是你债权人 如果在一定时间内 你不去找对方要钱 那作为债务人 也就是欠钱人 他就可以永久的可以一直在拒绝你 这就是诉讼失效 所以将来如果有人借你钱 要在规定时间内 最好找他要 如果他不给 怎么办 赶紧把他告到法院去 一般我们都要三年内去告 那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求必须三年告 不是的 我们有一些是不受失效影响的 所以适用的对象 一个是诉讼失效 哪一些是适用诉讼失效的 比如说债权的请求钱 就是老师刚才说的欠钱的问题 你借了我十万块钱 到了还管期我三年内我要去告你 第二个叫物权请求权 物权请求权主要指的是未登记的动产 什么东西一般不登记 比如说手机 我的手机被你拿走了 结果我三年内我都没有找你要 三年后我再去告 我把你告到法院去的时候 你跟法官说 法官已经过了三年了 按照法律规定 我可以拒绝再归还手机了 那法院可能就会支持他的这个要求 我们就失去了这个 再要回来这个手机的权力了 那也就优到对方就永久获得一个拒绝权 那就哪一些过了三年 咱们三年的要去告的 一个是关于欠债的这个请求权 还有一个就是没有登记的动产的返还请求权 这两个权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去告状 这两个是适用时效的 而剩下这几个都不受实验影响 说明过了三年仍然可以去告 第一个是请求停止侵害 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的 什么叫排除妨碍 比如说你家的车停到我家车位上去了 停了三年我都没有让你挪车 估计这个车也变成废车了 那三年后我说你赶紧把车我挪走 那你能不能跟法院说 法官已经过了三年了 所以我可以永久停在他车位上 不行 那就排除妨碍消除危险 凭着侵害 过了三年这样可以告他 第二个是不动产物权 我家的房子被你占了 你占八年 你占十年我都可以告你 是吧 不受三年是要影响 登记的动产的物权 登记的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我们说的汽车 汽车是有户名的 所以不动产 不受需要影响 另外登记的动产 也不受需要影响 那翻过来没有登记的动产 是适用于时效的 还有一个就是 请求支付抚养费 赡养费 抚养费 那要求要抚养费 赡养费 如果三年内没有去要 三年后照样可以去要 该给的照样要给 第四个是支付存款的什么 本金和利息 我把钱存在银行里面 过了存款期之后 我一直没有把我的本金利息要回来 过了三年了 我还没有去要 三年后我才要 银行能不说我不给了 不行 我们找银行要回我的本金 要回利息 不受三年是要影响 还有兑付国债 我走国家买的国债 兑付什么金融债券 以及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企业债券 那也就用了我对这几个债 过了三年 我这样可以对 而且你不给我 我可以告到法院去 基于投资关系 产生了缴付出资行政权 就列成是股东缴纳出资 我们按照公司法规定 股东要不要在规定时间 要缴出资 要缴出资 比如他要求的 按照当时我们的章程规定 股东要在2020年10月1号 要缴纳10万块钱出资 结果一直没有缴 过了三年了 他还没缴 那公司可以去告股东 股东能不能说 已经过三年了 所以我可以拒绝缴了 行不行不行 股东向公司缴纳出资 不受这个事小影响 你看这些都不受事小影响 那你看是适用的好记 还是不适用的好记 恰恰是适用的好记 建议大家把适用的记下来 剩下用排出法 都是不适用的 哪几个是适用的 债权的请求权 还有没有登记的 动产的物权的请求权 这两个是受适用的影响 剩下的用排出法 都不受于适用的影响 这样我们记住 适用的剩下用排出法 下面还有 诉讼时效有什么特点 诉讼时效一旦建满 义务人就可以获得一个 不履行义务的靠面权 而且这个靠面可以什么 永久存在的 所以它就一直可以拒绝下去了 因为如果时效建满后 诱人同意旅行 那不得一时效建满为由 再靠面了 啥意思 那就假如说已经过了三年时效了 我找你要钱 然后你主动又给我打了个什么 又给我打了个借条 熟了 这个借条我重新打一个 答应说继续还钱 那你告诉我这个时效就重新计算了 是吧 按照新的借条重新来 因为你答应还钱了 第二种是诱人自愿旅行的 刚才说同意旅行 重新给了写了借条 自愿旅行是主动把钱给我了 过了三年 他主动还给我了 还给我了 事后他说原来法律说的可以不还 我再要回去行不行 不行 不得请求犯法 说明你同意旅行了 不能以时间为一 过了三年我就再靠面了 第二种就是你已经把钱给我了 你不能再主动要回去 说明过了时效 只能靠这个欠债人 他自觉了 他不自觉就麻烦了 第三个是法院 不得主动适用时效 说明这个诉讼时效 法院是被动的 也就是诱到如果呢 假如说别人欠了你的钱 已经过了三年了 过了三年 你照样可以去告他 告到法庭 如果对方没有提出这个三年的问题 法院是不会主动他三年的 说明法院是被动的 你们提了 我才查 你们不提 我就继续审下去 说明法院是被动的 另外诉讼时效 他是法定的 诉讼时效的期间 比如我们一般都三年 长期的是二十年 他的计算方法 什么时候终止 什么时候中断 都是法律提前规定好的 你们如果约定 约定是无效 而且呢 对时效率的预先放弃 也是无效的 什么叫预先放弃 首先期间 我们诉讼时效的时间 一般是三年 是吧 我们约个说 咱们呢 两个如果遇到纠纷 我们可以八年去打官司 行不行 不行 只能是三年 没有八年 不能与我们法律规定相冲突 第二问题呢 就是预先放弃无效 比如我们一般都是三年去打官司 是吧 三年去告状 那我们两个如果签个借款合同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写 说如果我们俩有纠纷 我们只能一年内去告 剩下两年不准告了 剩下两年我们放弃 这个约定有没有效 无效放弃无效 还是三年内去告状 这就是时效的几个特征 那有什么 义务人获得了一个永久的抗面权 过了时效 你答应旅行 那就这个时效呢 就不能在意过了时效 唯由拒绝了 另外你已经付了钱了 不能要求返还 法院不主动是用时效 时效是法定的 你们约定的跟他 这个约定的是无效的 另外还有呢 就是预先放弃时效 放弃也是无效的 因为他的法定 下面看21年的单选期 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 下列关于诉讼时效期间 届满的法律效果的说法 这件事 时效过了怎么办 爱说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 那时效呢就重新计算 是不是啊 是的 你又重新给我写了个借条 那我们三年时效重新开始 因为这是个新的时间了 所以呢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 权力人丧失了实体权 有没有丧失实体权 没有 只是什么 你作为义务人 你得到了一个抗面权 这是拒绝权而已 而我的那个 你欠我10万块钱 这个事还在 实体权没有丧失 最后诉讼时效期间届满 又有人取得了一时的抗面 是一时的吗 是永久的抗面 这永久都可以拒绝了 所以选的是哪一个 B这项表正确 答案选是B 这样时效届满之后 如果你同意旅行的 就不能在意时效届满 我就去抗面了 是吧 如果已经自愿旅行了 不能要求返还 另外还有呢 那就是实力权不丧失 一路人取得一个永久的抗面权 是永久啊 不是一时 再看16年的单选期 下列请求权中 法院不支持当审提出 时效抗辩的事 不支持 说明它是不适用时效 哪个不适用时效呢 我们想一下 哪个不适用 哪个适用 一般是债权的请求权 是吧 债权的请求权 还有什么呢 除了债权的请求权 还有一个就是 未登记的动产 是吧 债权请求权 加上未登记的动产 这两个采用的是适用时效 剩下的什么各种杂气杂趴的 都是不适用的 爱说贷款本金 及利息的偿还请求权 贷款本金利息 过了三年 你银行如果什么 不要回来 我就可以拒绝了 不是存款 是贷款 这个是适用时效的 这个题目为哪个是不适用时效 B在下存款本金 及利息的偿还请求权 过了三年了 不适用时效 我仍然可以去要回来 是吧 这个是受三年 不受三年时效影响的 他身体受到伤害 要求赔钱的 这是属于债权 你把我打伤了 你欠了我一万块钱医疗费 那过了三年 我照样可以告你 是不是 不是的 那就是他是受到时效影响 只能在三年内去告 另外还有股息红利的支付请求权 那股息红利也是一样 只有三年 三年不告 法院就不管了 所以哪一个是不适用时效的 照银行要存款本金和利息 是不受时效影响 过了三年仍然可以告 而剩下的ACD这三个 他都是适用时效的 适用时效说明ACD 你都要在三年内去告状 如果过了时间 法院就不管了 所以ACD是适用时效的 而B是不适用时效的 这个题目问哪个不适用时效 那就是B这项 那哪些是不适用时效 我们再简单温习一下 请求停止侵害 排除法案 消除危险的 请求什么 不动产物权 登记过的动产物权 返还的 要赡养费 抚养费的 要我的存款本金和利息的 兑付国债金融债券 以及不特定企业的企业债券 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缴付出资 这些过了三年 仍然可以告 不适用时效 所以适用时效 时效的期间的类型和起算 又是三个型 什么诉讼时效这一块比较容易出题 那我们诉讼时效的类型 分为普通时效 长期时效 最长时效 普通时效一般都是三年 我经常说别人欠了你的钱 你要在三年去告他 一般则是三年 长期时效 比如说像涉外合同 像国际货买卖呀 技术进出口呀 这些合同一般是四年去告状 毕竟是国际纠费嘛 更复杂一些 所以多给了一年 最长时效是二十年 而且二十年是真的所有纠纷 那问题就来了 二十年跟三年四年区别是什么 二十年注意了 是从权力被侵害那一刻算了 而三年四年是从你知道或应当知道你的权力受到侵害 起算点不一样 什么意思呢 我举个例子 大家来看这个横左标 假说你的权力是两千年被侵害的 你当时没有发现 你什么时候发现呢 假如说你是零五年 零五年发现别人欠你的权力 你什么时候告 从你发现那一刻 怎么办 三年去告 你要在零五到零八 三年告状 三年不告 发言不管了 如果零五年你没有发现 你到了一五年发现了 那你什么时候告状 你要在一五到一八 三年告状 如果不告 发言就不管了 如果一五年没有发现 你到了二五年才发现 什么时候告 是不是在二五到二八三年告 不是的 为什么 从二零二两千年 假说到二零二零年 已经多少年了 已经二十年了 你看 从收到钱那一刻开始 居然你二十年都没有发现 居然能忍二十年 就忍一辈子吧 明白了吗 二十年是个最长时间 我们要在二十年内 某一天发现 如果二十年内都没有发现 以后发现了 也是白发现 说明我们国家法院 只审理近二十年内的就位 为什么 我们经常说 十八年一条好汉 一条好汉都长大了 能忍一代人 就忍一辈子吧 是不是 比如说假说老师 老师要告我们班 有个姓潘的女生 为什么告她呢 因为在八百年前 他们老潘家有一个女人 他们老五家有个男人给堵死了 用药给堵死的 我说我要代表老五家男人 去告老潘家的女人 法院管不管了 不管 都过了那么多代人了 找证据也不好找了 能忍二十年 就忍一辈子吧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国家直审理近二十年内的纠纷 有的还老问我 老五家的男是谁 被人家堵死了 非让老是说说大狼吗 非让老是说大狼 本来就是我们老五家的一个 不喜欢说的人 老在那个问 是不是 那我们要注意了 那能忍二十年 就忍一辈子吧 这就是二十年的最长时间 二十年是从权力被侵害知识 而三年四年是从你知道的 而且呢 三年四年是可以终止 可以终端的 但不能延长 而二十年是不得适用终止终端 但它可以延长 马上我们会讲讲 什么叫终止终端 什么叫延长 后面会专门再讲 这是时效的类型 那我们再往下 时效的起算 时效一般从什么时候算 尤其那个三年四年 普通时效是从你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 你的权力受到侵害知 普通时效 而最长时间 是从你受到勤害那刻才算的 那么下面这几个 指的都是普通时效 普通时效 比如我三年去告 这个三年从哪天算呢 哪天算我知道了呢 如果是债务分期旅行的 那就从最后一期开始算 比如说我欠你十万块钱 十万块钱呢 分三期要还 2023年 2023年 2023年假如说 5月1号到期了100万 10月1号呢 又到期了100万 又到期了100万 然后呢 12月1号呢 又到期了100万 一共是我欠了你多少钱 300万 分三次还 结果呢 5月1号这100万 我没有按时还 10月1号这100万也没有按时还 12月1号这100万也没有按时还 那这个三年时效是各算各的 还是从最后一期 最后一期 从2023年的12月1号 朝后加几年 加三年去告 来告我 这就是分期旅行的 以最后一期旅行去借满之 加三年 不是各算各的 还有吴明是县正民主行动的人 那就是个未成年一个精神病人 他要告谁呢 如果是对他的法定代理人要去告 他为什么要告他爸妈 因为他爸妈虐待了他 我们也有一些父母 不太称职 虐待孩子了 那怎么办呢 那这个告状也要三年去告 从哪天数呢 从他的法定代理权中的那天 那就从爸妈的监护权被剥夺那天 你三年内去告爸妈 这说明是孩子要告爸妈 他的起算点 那如果要告外人呢 如果这个孩子要告外人 说有人欺负他 那权利受到损害的 诉讼时效的期间 从他的法定代理 也就是他爸妈 他爸妈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 别人打了他孩子 三年去告 那又说明 如果孩子要告人 两种告法 如果你告爸妈 那就从爸妈的监护权 终止那天 三年告爸妈 如果你去告外人 那就从你的爸妈知道 你的权利受到侵害后 三年去告 还有未成年遭受性侵害的 我们这个事情 有时候也是有发生 那就从什么 从受害人已经年满18了 加个三年去告状 从年满18加三年开始 是关于这个三年的时效 从什么时候算 分期付款的问题 孩子告爸妈的问题 是吧 或者孩子告外人的问题 包括未成年人 受到性侵害的问题 这个三年从什么时候算 下面做个2020年的多选题 下列关于诉讼时效的试用 以及他的期间的起算点的说法 正确的事 还说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对其法定代理人的请求权 自知道权利受到侵害知识 那就孩子告爸妈 从什么时候 从监护权 法定代理权终止那天 不是从知道 必身体受到伤害 要求赔偿的 适用普通时效 是的 身体伤害 普通时效三年 对付国债及利息的请求权 不适用于时效 对国债利息不受时效影响 并债务人自愿旅行债务后 又以时效期间介满为由 提出抗命 法院不支持 是的 自愿旅行了 你又说过时间了 那旅行了就旅行了 最后一个 分期旅行的债务 诉讼时效期间 从最后一期旅行期 接满制开算 是的 分期从最后一期 所以选哪几个表述对的 BC第一 这个题目应该说不难 结果I这项讲的有问题 孩子要告爸妈 从什么时候算 从法定代理权终止那天算 所以选的是BC第一 再看18年到单选期 假公司乙公司 于5月1号签了一份买卖合同 6月1号 假公司按照约定交货 货物就存在隐蔽的瑕疵 乙公司当初不知道 不知道这个货物有瑕疵 直到7月1号 乙公司才发现货物存在瑕疵 说明7月1号 他才知道了这个问题 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了 当即向假公司去函 要求该瑕疵予以补救和赔偿 假公司8月2号回函 拒绝了乙公司的要求 根据我国民事法律制度规定 本案中以公司赔偿的请求权的时效 这个三年从什么时候算呢 你知道哪一刻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7月1号 7月1号知道 你要三年内告他 三年不告呢 可能对方就取得了一个叫什么 抗面权了 所以选哪一个 选的是C这项 那就从7月1号 你知道那天开始告 所以答案选是C 你知道你的权利受到侵害 再看第三个考点 叫时效的终止和中断 终止中断也是三个型的 绝对的重点 什么叫终止 什么叫终断 终止它的发生的时间 要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 诉讼时效一般是几年 一般是三年 说明原则上应该是在三年内的 最后六个月 不能发生早了 发生什么事了 发生了不可抗力 比如发生避震了 我没法告状 或者是无民事 限制民事行动能力 他没有法定待人 或者他的法定待人死了 或者是他的法定待人 丧失行动能力了 或者丧失代理权了 无民事 限制民事 说明这个人他疯了 谁疯了 原告疯了 或者被告疯了 反正有一个人疯了 还没有确定好谁来管他 第三个是继承开始后 还没能确定继承人 或者遗产观点 继承开始 说明这个人干嘛 死了 谁死了 可能是原告死了 也可能是被告死了 第四个是权利人 被诱人或他人给控制了 那就是债权人 被别人给关起来了 我想去告他 结果我被别人关起来了 你看地震了 疯了 死了 被关起来了 天灾人活 无法告状 更多的指的是客观因素 这几个客观因素怎么记 考试还经常考到 无民事的无 控制的控 不可抗力的不 继承的计 简称悟空不及 师父对徒儿们说 徒儿们咱们不着急 咱们好好准备 但争取一次通关 叫悟空不及 悟空不及 这四个是中什么 是中止的原因 而且一旦发生中止 这个时效就暂停 等原因消之后 再给补六个月 时效就结满了 什么意思呢 我举个例子 假如说你欠了老师的钱 时效已经过了两年零十个月了 过了两年零十个月了 两年零十个月了 你告诉我 还剩几个月的时效 还剩两个月 是不是在我们诉讼时效 三年零的最后六个月 是的 还剩两个月 我就赶紧这个时候 我去告状去了 结果在这个点 我还没出门了 结果发生什么 发生不可抗议了 发生地震了 哎呀 地震很厉害呀 把楼全都进塌了 好多法院呢 也都塌掉了 甚至有的法官都砸死了 这个时候就没法告状了 结果一等呢 等了好几个月都没法告状 那这一段就干嘛 等的时间就终止 等后来呢 又盖了一个新法院 招聘新法官 说我们可以审案了 从这个开始 在国补几个月 六个月 前面是两年零十个月 后面六个月 中间这一段暂停 这叫终止 终止是在三年内的最后六个月 发生了天灾人祸 没法告状暂停 等这个事情结束之后 再给你补几个月 再补六个月 这就是我们说的终止 终止一定注意 时间不能发生早了 在三年内的最后六个月 它导致的只是暂停 而且原因怎么记 叫悟空不及 终止 再来看什么叫中断 中断发生在什么时候 发生在诉讼时效的期间内 说明在三年内的任何时候都行 它没有说最后六个月 说明任何时间都是可以的 任何时候 而且是什么原因会导致中断 什么原因导致中断 权利人向医务人提出旅行请求 那就啥意思 我主动找你要钱 第二 医务人同意旅行义务 那就是医务人答应还钱 第三是权利人提起诉讼 或实行仲裁 那就是我权利人去告状 要钱还钱告状 当然告状除了有这几种告状 下面几个详细的解释 也属于告状 比如说我到法院申请支付令 让法院向他发出命令 还要还我钱 这也是一种告状 或者我到法院 我申请宣告让他破产 破产之后 我好分他的一些财产 这也是一种告状 或者是怎么办 我主张什么 主张宣告这个医务人 是个失踪人 是个死亡人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找不到了 那他跑了 那我主张宣告他失踪 把他的钱还给我 第四个是申请诉前财产保权 或者诉前临时禁令 申请什么 在起诉之前 先查封他东西 先有个禁令 不允许他出国 防止他跑了 还有申请强制行 申请法院 是吧 强制执行他财产 他欠我的钱 老实不给 还有就是申请追加当事人 或者被通知人来参加案子 申请追加他到法庭来 因为他欠我钱 还有呢 在苏孙总主张向对方抵消 在打官司的时候主张 我欠你那十万块钱 因为你也欠我钱 先抵消一部分 这就是我们说的 都是其实在打官司 这一堆东西讲白了 都是去打官司 就是告状 所以也就优的 中断的原因是哪几个 是要钱还钱告状 而且一旦发生 重新计算 前面过的就不算了 那什么意思呢 我们举个例子啊 假如说我欠你的钱 我欠你的钱 然后呢 已经过了一年零五个月了 一年零五个月啊 然后呢 我一直没有还钱给你 你今天就跑到我家来 你见了我就说 吴老师呢 赶紧把钱还给我 还钱还钱 从你喊还钱 这一刻开始 你向我去要钱 你向我要钱这一刻开始 前面过的什么 这个一年啊 一年零五个月白过了 从这一刻开始 朝后继续推几年 推三年 那结果假说又过了什么 又过了 假说两年零 甚至八个月了 我还没有还钱 你又跑到我家 你说吴老师呢 还钱还钱还钱 我要求你赶紧把钱还给我 从喊这句话开始 前面过的又白过了 朝后继续再推三年 这就是我们的中断 太有意思了 那有同学说老师 那这样说 以后呢 谁欠我钱 我就不断的去到他家 找他要钱 是不是一直在中断 中断中断 是的 但是我建议大家 每次要钱 一定要带到录音 证明你在要钱 所以时效就一直中断 一直中断 但是我也提醒你注意 你别一喊喊了 二十年都没喊来 那国家会说 你既然二十年都没喊来 那就忍一辈子吧 说明我们的中断呢 最好也要在最长时间 二十年内把钱给要回来 这是关于中断和中止 总结一下 中止是什么原因 是悟空不及 是客观因素导致的 要发生在最后六个月 而且导致的是暂停 而中断呢 是要钱还钱告状 主观因素 三年内的任何时候发生都可以 一旦发生 前面过得不算 重新计算 这就是中止中断 绝对是考试中点 下面做一道多选题 下列法律事实中 能够引起诉讼法律关系中断的事 中断是什么呢 要钱还钱告状 爱说债权人的法定代理人 丧失了代理权 债权的法定代理人 丧失了代理权 那又说明什么 债权是个精神病人 没有人管他了 那这是属于什么理由 封了 是中止的理由 并呢 债务人请求延期旅行 请求延期旅行 说明债务人答应还钱 答应你把钱呢 我等一等我再还给你 那这是主观因素 这导致了什么 是中断 所以呢 债权人请求支付令 我上法院去告他 要求他还钱 这是属于什么主观因素 这是中断 并呢 债权人的法定代理人 丧失了能力 法定代理人 他丧失能力了 那就说明债权人 他的法定代理人疯了 那这个时候没有人管他了 没人管他 那就是中止 最后是债权人提起了代位诉讼 去告状 是什么 是中断 要钱还钱 告状是中断 而悟空不及 无民事呀 被别人控制呀 是吧 不可抗力呀 继承人的问题呀 继承人这个人继承出现了什么 他的这个被 他的这个什么 继承人出现了一些其他问题 我们叫悟空不及 这几个原因会导致什么 中止 对于中止和中断的理由 选的是BCE 答案是BCE 而I和D这两个导致的都是中止 中止是悟空不及 悟是无民事 控被控制 不呢 是不可抗力 继呢 是继承 继承出现了 没能确定继承人是谁 说明这个人死了 还要等一等他的继承人 他叫悟空不及 来看下面个单选题 某呢 税务师事务所2017年2月3号 为某公司呢 提供呢 涉税的见证付 应付报酬呢 是5万块钱 2018年1月17号 为该公司呢 查账时 发现呢 该公司尚有余款3万元 还没付呢 当即向该公司催收 催收 该公司呢 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 要求延期 你看 税务师为这个公司提供什么 涉税见证付 本来要收报酬5万块钱 18年呢 该公司什么 查账时候发现什么 该公司上有3万块钱 没有付 当即跟该公司说 你要把这个什么 把这个钱付了 该公司呢 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 请求延期 被税务师事务所拒绝了 那就说明是谁欠谁钱 那就是这个公司啊 欠了税务所3万块钱 人家税务所呢 找他要钱 他说你等一等 那税务所呢 是不同意的 说拒绝了 2020年2月18号 税务师事务所呢 就起诉到该公司 请求判令该公司支付报酬 本案诉讼时效的表述 正确的是 而税务师事务所呢 向公司催收报酬的行为 导致中断 我找他要钱 主观因素 确实导致中断 为呢 税务师事务所的起诉 已经超过了时效了 有没有超过时效 没有 为什么 虽然说是17年当时 欠了这3万块钱 但是呢 我们注意 到了18年1月17号 他当时提出了催收 催收会导致什么 导致中断 中断的特点什么 重新计算 没有从18年1月17号 朝后加个三年 那到什么时候 我去告状都没过期 到2021年的1月17号 加三年吗 那我是什么时候告的 2020年2月18号 我去起诉的 没过时效 因为中间中断过一次 不是从这个时候算 是从那一次中断开始算 所以呢 本案的税 这个诉讼时效 届满时间是2020年1月16号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不是2020年 是从什么时候算 是从这个时候朝后数三年了 所以他的时间就错了 这个该公司请求延期的行为 属于诉讼时效的终止 我答应还你钱 但你等一等 那答应还钱是主观因素 导致的是中断 所以只有哪一个表正确 只有A这项 答案选的是A 那就是这个题目 考的是终止中断问题 在时效期内 如果一方去提起诉讼 一方提出要求 或者对方同意旅行 这都是中断理由 而其中有个叫催收 什么时候提了催收 那就是2018年1月17号 那一直到2021年的1月17号 这三年都是时效的什么时间 因为导致时效中断了 所以这个说时效过期了 肯定就错了 我们时效没有过期 而且时效一直到121年的1月17号 所以BC都错的 另外对方答应说我还钱 但我要等一等 那这个答应还钱是中断的理由 不是中止理由 所以BCD都错了 只能选A 再看第四个考点 第四个考点叫什么 叫诉讼时效的期间和除置期间 诉讼时效的期间 一般是几年 一般是三年 是吧 一般三年 那什么叫除置期间 咱们首先来看 诉讼时效期间跟除置期间 这俩期间有啥区别 首先一个是为了维持新生的秩序 就是我们告状的秩序 你欠了我钱 你没有什么 你没有按期还 那我三年要去告 那就是因为欠钱引起了告状的这个问题 所以为了维持这个告状的这个社会秩序 所以我们规定了个三年 而除始期间是为了维持原有的秩序 什么叫原有的秩序 比如说我们有一类合同 叫什么合同 叫可撤销合同 可撤销合同 那我作为受到欺诈一方 我可以拥有撤销权 那我一旦撤销 怎么办 我一旦撤销咱俩合同自始无效 又回到了原来没有签合同状态 所以呢 它是为了维持原有的秩序 是吧 一般我们可是要合同多长时间撤 一年撤 那这个一年就叫出持期间 是吧 我是为了维持原有的秩序 一旦被撤掉叫什么自始无效 自始无效 而我们诉讼时效是为了新生的持续 就是我们打官司在什么时候去打 第二个适用的对象 诉讼时效呢 它主要是债权的请求权 误权的请求权 是吧 比如说你欠了我债 我要在三年内去告 误权 比如说你把我手机拿走了 我要三年去告你 它主要是针对的请求权 你要三年去告 除此期权呢 它针对的是什么权 形成权 那就比如说撤销权解除权 撤销权 我们一般都是一年去吃 这还有的是90天去吃 比如说啊 这个重大误解签的合同 你是不是90天去吃 解除权 比如说在买卖合同中 一方如果享有解除权 我要三个月内去啊 我要什么 我要在规定时间 我去行使这个解除权 过了时间解除权就没了 所以撤销权解除权是个形成权 那就说明 除此期间针对的是形成权 而诉讼时效针对的是请求权 还有这个三年的告状时间 是可变期间 是可以终止 可以终端 甚至可以延长的 这啊 当然了 这个延长指的是什么 是20年 20年是可以延长 这个三年呢 是可以终止终端的 说明这个诉讼时效的期间 是可以终止 可以终端 有的甚至可以延长的 而这个一年的撤销 别人欺诈了我 我撤销 这个一年是不允许终端的 是不变期间 另外还有法律的效果 那一旦过了什么 一旦过了这个三年时效了 那一五人就取得了一个拒绝权 什么拒绝 永久的靠面 我就不需要再还你钱了 我还你 你找我要钱 我都可以拒绝 但是呢 实体全部消灭 那我主动还给你钱 你可以要 但是我如果不还 我一直拒绝 你告到法院法院也不会再保护了 但是呢 处置期间不一样 实体权就消灭了 比如说可撤销的合同 可撤销的合同 如果一年你不撤 那这个合同就一直有效了 你的撤销权就没了 你的撤销权这个权就没了 下面还有 期间的十点不一样 那这个三年告状时间 一般是从你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 你的权力受到侵害 而且你知道诱人那天 从你知道那天算了 而处置期间呢 是从你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 权力的这个知道秩序发生 注意啊 它的起始时间都是从你知道 这个是知道什么 你知道你的权力受到损害了 你知道诱人了 这个从你知道什么呢 你知道你被欺诈了 你被胁迫 你被欺诈了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误解了 你发生误解了 是吧 从你知道你被欺诈那一刻开始 知道虽然都是用知道 但是呢 是从啊什么 是从知道内容不一样 这个是你知道 你被欺诈那一刻 这个是从你知道 你的权力受到损害那一刻 说明它起算点 也有点细微的区别 下面还有两个小提示 我们平时说的日呀 月呀年的计算期间 一般呢 开始的当天是不计算 记录这个实验的 比如这个一年 一年从哪年算 你知道发生那天 当天不记录 然后呢 从下一天开始计算 那就说明这个我们这个日月年 它的计算 当天不记录 从下一日开始计算 另外呢 这个期间 有时候经常说啊 十年以上 三年以上 比较年以上 以上以下以内 包括届满都包含本数 而不满以外啊 超过是不包含本数的 这个大家知道啊 这是立法学上有这个词啊 以上以下以内届满 这几个是都包含本数的啊 三年以上啊 18岁以上 10岁以上 是不满10岁 那其中不满10岁以外超过是不包括本数啊 这两个呢 是一些立法上的一些要求 大家稍作了解 这一张PPT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 什么叫诉讼时效的期间 诉讼时效是我们告状的时间 除此期间呢 是我们什么 设销权啊 我们解除权啊 包括追认权啊 我们什么时候去追认 是吧啊 那你比如说我们啊 有的是什么 有的是要求什么 去追认 父母追 他的功能不一样 他使用的对象不一样 他的性质有的是可变 有的是不能变啊 效果也不一样啊 起算年也不一样啊 这个稍作一个比较 了解一下就行了啊 是个两颗性的考虑 那么下面做个题目 19年的单选期 下列有关诉讼时效期间的说法 正确是 爱这么说的 爱说商品的保质期 属于诉讼时效 保质期是商品本身 跟打官司有没有关系 没关系 这个跟诉讼时效没关系 并呢 当事人不可以呢 自行约定诉讼时效 可不可以 不可以 诉讼时效是法定的 三年告状就是三年 你不能约咱们两年告状 一年告状 所以是法定的 确实不能约 法律规定的 少交税款的追征期 属于诉讼时期间 错了 追征期是什么 是我们说的除此期间 除此期间也就是 你发现这个某个人少交税了 你政府要在规定时间去追 你不追就不能追了 说明你的实体权就没了 这叫除此期间 法律规定的多缴税的一个退还期间 要在诉讼期间 是属于诉讼时效期间 汇款时间 每年我们到了年 第二年的年初的时候 都有一个什么允许汇算清缴 那么汇总的时候发现我们税务局要退电税过 那你要在规定时间申请退 过期如果不退 我就不退了 这都叫除此期间 不叫诉讼时效 所以选的是哪一个是对的 B的表述正确 其他都错了 答案选的是B 尤其C和D这两项 它都是我们说的叫除此期间 它不属于诉讼时效 再看下面一个单选题 诉讼时效期间与除此期间 是民法上的两项权力行使的限制期间 下列关于二者区别的说法 这点是 爱说诉讼时效 属满则实力权就消灭了 实力权消不消灭 不消灭 除此期间属满则胜诉权消灭了 不存在胜诉权 我们应该是诉讼时效 如果属满了 它会导致你失去了抗面权 你就拥有了抗面权 那拥有了抗面权 那就说明你其实某种程度 对方就失去了胜诉权 那而恰恰除此期间是实力权没了 他俩如果翻过来说 还有那么一点意思 如果正好讲反了 这也是错的 必诉讼时效期间为不变期间 错了是可变的 除此期间是可变的 错了一年的撤销权就只能一年 过期就不能再撤了 比如我们刚才说税务局的一个追征 追征的权力也是规定的实验 你到时候不追 那这个就不能再追了 所以诉讼时效期间适用于请求权没问题 除此期间适用于行程权没问题 终于他讲对了 最后除此期间适用于终止中断延长 他适不适用于不适用于 诉讼时效适用于 而诉讼时效期间不能适用 他俩又讲反了 你会发现很多地方 他俩正好是讲反的 只有c这项讲对了 而其他的一般都讲错了 他俩如果翻过来说一说 应该还差不多 那么关于这一节就全部讲完 这一节讲完也就诱导我们整个这一章 就全部讲了 这一章是民法的总论 是考试的重点 也是难点 应该说有很多都是关于理论性的东西 我感觉有些支点考的难度 相当于是我们有时候是考律师 考法官检察官 像这几个考试就我们经常说的叫 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我们经常就要法考 跟法考的难度有一些都可以一拼 所以本来想当个税务师 结果把我们练成了一个律师 是不是 所以大家要做好当律师的水平的准备 来准备这一章 他有可能把它学好 理论性很强 但分支又很高 是吧 考了十几分 所以要来回尽量多听几遍 听的过程中自己也要多思考思考 边听老师讲解 再加上思考 我相信这一章还是能够顺利的拿个十分到十二分 是没问题的 本章全部结束 谢谢观看